大家好我是 今天是2024年的8月1号 进入东方大国第24亭 现在咱们所在的地方是什么什么起 反正这边是内蒙古 然后这边的这个地名的话 反正我是有点不适应 对于我们就是汉族人来说 就是名字基本上我们的汉字的话都很朵 这里的话就是莽文 然后表达出了这个汉字 包括他们这边呢 什么什么什么起 我操老长了 很大一串它的这个地名 反正我是记不住 反正这个地方的话 离那个二联厚特应该有800公里左右吧 现在我估计有没有多远呢 然后这两天天天天下雨啊 昨天那么下很大 然后今天上午也下很大雨 大家看到这个天 随时就要下雨 但是我刚才我看了一下天气 然后上面写的是 今天有暴雨橙色预警 然后明天没有雨 后天没有雨 然后今天晚上可能会下雨 然后我现在是下午的差不多快一点 然后咱们直接出发就完了 然后上午的话就也没吃饭 吃的是昨天买的那个西瓜没吃完 直接吃完了 四斤斤的大锅 咱们两顿干完了兄弟们 然后还有就是昨天就是没吃完的那个饭 就鸡蛋米饭嘛 我放在那个啊 就舀水的那个瓢里面 之前是在那个黑龙江那边 买的一个零食的锅嘛 小锅嘛 然后放在那里 今天我闻了闻变味了 然后现在这个天气又是什么说呢 很阴的 然后外面也没有什么干燥的柴火 所以说也没办法就是把那个热的热 所以说我就直接倒掉了 现在咱们就直接出发吧 现在也不是特别热 因为我吃了很多西瓜 虽然说西瓜的话不顶着 但是补充能量还是非常OK的 兄弟们 这边的话也是非常NAS 昨天我就从那里然后把自营车推上来了 我不知道一会儿推的话好推不好推 因为这个路的话都是那个土路 哎我就怕我测在县里面 不过问题不大 就前面那个下坡是泥的 然后再往下去就没啥问题了 兄 哎这里他妈的天天下雨 就与此同时 现在都有人那种萌萌小雨啊 问题不大 反正我雨衣都干出来了 这还不行就搞上雨 直接出发 兄弟们把这个推一推 从这里推下去 哎呦我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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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兄弟们 从前面那里推 前面那里跑低一点 现在就下的小雨呢 兄弟们 昨天我就看这里有个门我就从这坡上推上来了 今天还要从这个坡上推下去 妈的老子咱们翻山越岭 操 哦到了到了兄弟们 到了到了 这里好多好多虫子 然后推下去 这里有个坡 然后推下去 这里有个坡 哇操嘞他妈的在外面下这么大的雨 老子 妈扶了前面收尾杖 我操 啊 我操 顶不住了顶不住了兄弟们 哎呀 我自己妈的天天都下雨 我之前我都骑过这样大的雨 这次他妈的又下这么大 但是必须骑 因为不在不想在东方大国呆了 必须要加把劲的 啊 兄弟们 终于不下雨了 下的小了一点 哦操 妈的一直下雨好冷啊 不过这个还好 这个他妈的全都是上坡 我操 老子蹬自行车蹬的 然后蹬的然后浑身出汗 然后 也不是特别冷啊 之前有点冷 下坡的时候冷 上坡的话就很爽 然后就是能够蹬的浑身都是 然后就不冷 然后现在距离下一个地方就是 您是 哈日哈日诺尔 不知道什么鬼地方 四公里啊 四千米 然后距离那个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郭勒市 霍林郭勒市 就是通辽市下面的一个县级市 我买了一袋大米在那里 距离那里还有41公里 啊兄弟们 今天走了六七十公里了 我操 从下午他妈走到晚上 一会我估计都看不见了 我去找个地方买点东西吃 上面写的是四公里 哈日尼尔 哈日尼尔 前面应该是一个镇吧 我估计是 去那里去买点鸡蛋了之类的 这里就是草原了兄弟们 这边的话 我估计他们汉族人就少了 然后应该蒙古族少说民族多一点 其他民族吧 然后这里其实我有些时候我都能看到蒙古包了 但有些时候还是我们这种房子 其实这边移民呢 有很多那个东北的 就是内蒙古这边 因为这边怎么说的地多呀 然后种地方羊也很赚钱的 他这里我操一个人他妈能放上百头羊 很壮观兄弟们 一头羊他妈好多钱 一个人他妈的搞一百头羊发财了 好几十万 哎兄弟们 这啥地方 不过他妈的 他两天天天下雨 吓得好烦呢 老子今天他妈蹬自行车的 我靠蹬了他妈腿 我感觉快蹬飞了 反正都是上坡 反正我一直我就这样 穿着雨衣我里面什么都没穿 我里面是光着膀子的 下身就穿了一条短裤 然后就ok了 穿衣服没用的 穿衣服湿了还冷 还不如啥都不穿 然后套个雨衣 现在距离那个傻鸟地方 还有四公里 卧槽 我得找个地方买点东西吃 反正要饿死了 兄弟们 明天的话我看天气预报 好像就没雨了 今天晚上还要下雨 下到明天五六点钟吧 好累啊 兄弟们 你看这个天 卧槽 就跟世界猫人一样 是人类他妈的 捉的 我操 搞得这个地球的路程啥了 他妈天灾人祸 我操 没有什么安身之所 战争 自然灾害 还有人类自己捉 加速 兄弟们 这里就是哈日诺尔 他这个什么什么诺尔 这个路牌 他妈要拐到这里 这边的话都是牧区啊 我操的 这你妈 我靠 我有点懵逼啊 我靠 这是村子还是什么 再往前面没路了 没人了 再去想 往往前面要四十多公里 才到那个 霍林 锅勒市 兄弟们 咱们去前面找个地方 买着东西做饭 咱们在村子的附近路营 不要在这里 这里他妈晚上 我估计还有狼 我看到那个路边 都有那个羊的尸体 我不知道是被吃了 还是怎么回事 还是病死了 这上面都是牛啊 直接他妈的 在草原地底 直接就可以躺平了 兄弟们 去前面找个地方买点东西 兄弟们来这里 然后我刚才买了点东西 然后是 6个馒头吧 我操 8块 8毛钱一个 6、8、4块8 我给他 他妈的扫了 靠在这里都消费了20多块钱 这边他妈的进入内蒙 这边东西都卖得贵啊 兄弟们 来他这里 然后我刚才人家跟他说了 我搞点水 捡点水 兄弟们 然后咱们在后面超市 然后 捡点水 人家给他烧点水 然后不用那个 那个啥来 反正直接去吃点盘头 然后我一搞靠 明天 然后起飞 继续走 这边他妈的也不知道谁 他妈在这里面拉的全都是屎 这个地方他妈有点离谱 晚上就搭在这里就行 妈周围全都是拉的屎 我操你 真的 这估计都是那个什么大车司机什么 他们拉的屎 这边就是内蒙 这边都是蒙古族啊 刚才我在买东西的那两个老板都是蒙古族 这边就不是我们汉人的底盘了 我现在我已经进入蒙古的腹地了 就是说我现在这个地方 就是已经属于正二八居们蒙古了 之前那个地方都是蒙古的外围 就是很多就是东北人 他移民过去了 这边基本上都是蒙古本地人 他们都叫蒙古族啊兄弟们 然后他们跟那外蒙那个民族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一样的 然后这边就是有这种房子 还有那种蒙古包 然后我刚才问老板 然后再往那边去 大部分的蒙古包了 这里他妈这个东西卖的好贵呀 八毛钱一个 他说这个我靠这里他妈馒头八毛钱一个 极端 六八 四块八 四块八我套我给他付了八块 我靠 多付了两毛钱 算了多付多付 这个馒头 他妈一个一块一块钱了 我操 你敢信 这里馒头卖的好贵呀 这个鸡蛋二十个你知道多少吗 十四 就这都二十多块钱 就这都八块钱 说 哎呀 这里好贵呀 基本上喝一块钱一个的 六八三七八五块六 多给他付了两毛钱 这里是昨天的水 没喝完 然后刚才我把它倒掉了 去他那里 接着点热的 刚才人家给他们烧了点水 他家人给他烧了 咱就 咱就要 没啥的 烧了药 就完了 今天晚上我估计还要下很大的 晚上我就在这里睡了 刚才问了人家说在这里睡没问题 这里他妈的全都是死 这是你妈的 什么时候拉的 今晚我不做饭 他们都说让我怎么搞直播 然后我不想搞 我现在不太缺钱 所以说我不想搞 我不行 我真的不想搞直播 我不想圈钱 你知道吧 我想他妈的 就是发到国外平台上 赚那个美金 我不想圈 圈钱 真的不想圈钱 说的还是我 不太缺钱 然后我也不想圈 我也不想搞直播 感觉没意思 兄弟们 就是把帐篷往这一打 简直爽微微 明天做个鸡蛋 今天晚上把馒头都吃了吧 这是六个馒头 五块钱 八毛 嗯 才能 这个他说八块钱 垃圾吧 他八块八块 才能这样 这是是我靠这里 他妈的啥东西都卖好贵哦 操 金融内蒙 我感觉这里好像物质很稀缺 牛羊肉应该很便宜吧 明天我没事我去跟着老板拿着填问问这里什么卖的便宜 我估计也就牛羊肉吧 大家好我是管理 今天是2024年的8月2号进入东方大国第25厅 现在在哈士尼尔 这边应该是镇子上路吧 然后昨天晚上就在这个空房的这里搭着帐篷 然后这边的话不知道这要干嘛 但是这里面他妈的全都是东方真财他妈的拉的死啊 那边还有一个新鲜的他妈的那个啥 这里他妈都快趁厕所了 我穿了 反正我昨天晚上我找了一个干净的地方 我就在中间拿中间搭着帐篷 然后我这边没有死啊 那两边他妈全都是死了 我操嘞 老子他妈真糊了 不过他妈有个地方他妈能够避个雨就不错了 知道你不用那个搭那个外帐 不然的话那个外面 你帐篷里面全都是湿的 虽然他不下雨 但是这边潮气很重 昨天就在对面那个超市 然后买的东西 六个馒头 加上一包辣条花八块 他这里馒头说是卖八毛钱一个 反正是辣条说是三块 他问我要八块 我多给他两毛钱 我操嘞 当时我还没算账 他说八块 我就给他付了八块 我走 回头一想他妈的六八四块八 他妈的多付两毛钱 无所谓的 然后昨天又在他那里买了20个鸡蛋14块钱 这边鸡蛋也卖的很贵啊 在前面那个 昨天的话在前面那个村子那里买的鸡蛋20个 他花了11块钱吧 还是多少来到 他能比这里便宜啊 这里他妈的啥都贵啊 这里是已经进入我内蒙境内了 这才算是内蒙古啊 因为这边的很多都是蒙古人啊 这不是我们 汉族人民啊 然后这边的话是少数民族啊 然后再往那边去就是 内蒙古的内蒙古的内部的 我去那个市区买一点吧 这边的话是镇子上面 这边肉也有啊 但是没买 我也没问价格 反正这边他妈的很多东西很贵啊 兄弟们 不知道为啥的 内蒙古这边消费感觉很离谱啊 兄弟们 现在是下午的差不多四 四点多 兄弟们 快五点了 然后现在所有人呢 是什么什么宝树啊 什么鬼 这里他妈的名字很奇葩啊 然后我发现这个内蒙古的话 就是有的路牌 它有那个蒙文 蒙文 还有那个汉语吗 然后这边呢 这个路牌啊 全全全汉语的 就是没有蒙文 但是他们这民族的话 基本上都是蒙古族的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这种汉人的话 就比较少了 大部分都是蒙古族啊 包括这边蒙古豹 还有那种什么牛羊呢 到处都是啊 就你在这大马路上 有的那个国道上面是吧 就是那快速穿上的 上面牛在拉屎 还有牛在那上面跑 然后这地方还有马 那个马长得老壮了 这个蒙古马真的是牛逼 我估计他蒙古马应该是卖的很贵 但是我没问 就是他们牧民一一一匹马多少钱 之前我本来想问呢 然后上午的时候不是就是一直下雨 然后也没心情 下午我看看能遇到牧民 然后我问一下他们就是蒙古马一头要多少钱 到现在在这个服务区这里啊 然后上午从八点左右吧 然后骑到差不多中午十二点多快一点的时候 后面就在那个服务区前面那里有餐厅有超市吗 他是一家的 然后就去那超市里面买了两拨封面 然后一个鸡腿 然后呃 一包辣条花了多少钱花了23块钱啊 然后这边的服务区就是说你买什么东西都很贵 吃饭更贵啊 我没敢吃饭 我估计吃饭每个五十块钱应该下不来兄弟们 这里饭反正是特别贵啊 就是就是一般的饭店都很贵 你跟我没说的这服务区的特别贵啊 然后这个超市的这个价格比其他就是平 我们平时见到这个超市的价格 东西要贵好几倍啊 行的吗 你像这边一包方便卖四块钱 你像普通的超市的话 我会一块五就能买出来 然后这边的话你是买不到的 然后后面我在他那里买买完就是那些什么垃圾食品之后 我问他能不能充点电 然后他说可以 然后我就放在他家餐厅那里然后充电 从下午差不多一点左右吧 充到现在现在是两个 这个多小时了吧 我也不知道充电充的怎么样 然后下午五点我都打算走了兄弟们吧 反正刚才就在这里就是堂尸啊 这里我那个垫子上都在这里啊 然后东西我也在这里晒啊兄弟们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就下午的话还出太阳呢 上午他妈那个逼一直下雨 我操他这里他妈的 我都走好几个星期了他妈天天下雨 哎你敢信他妈的今天下明天下后天接着下我操 他这里就是上午他妈下雨下了老大了 你看这一会儿 然后这么大的太阳 你看那个地面是不是看不出来下雨 你再看那边 那边那有水蛙 一看就知道下过雨了 然后这地方的话就是很奇葩就是 怎么说呢 往这边去就是从那个霍林郭勒斯 再往这边他妈的越来越离谱了我操 连个卖东西都找不到 我操我都骑了三十多公里了 昨天从霍林郭勒斯骑了三十公里 然后没找到卖东西的啊 然后从前面那个霍林河那里 昨天我骑了三从霍林郭勒斯 然后骑了三十公里左右 然后到了那个霍林河大桥下面露营 然后今天早上然后八点钟 然后从霍林河大桥那里 然后骑到这边是什么什么宝硕服务区 又是三十公里 我靠六十六十六十公里了 然后折合 李硕的话应该都是一百二十里地了 他妈的你们看不到超市啊 你敢信 两个村庄我都没看到兄弟们 这里除了他妈的矿区 就是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反正反正就是工厂 能看到工厂 能看到什么建设的那个什么铁路了 什么鬼鬼 然后其他的话村庄我一个我都没见到 我见到的就是蒙古包 我然后还有他们养的马养的羊 但是他们的话 就是他们牧民的话 就是他们都睡在蒙古包里面 然后他们充电的话 用那种大的采养灯板 他们吃饭的话就是自给自足嘛 人家养的有牛养的有羊 饿了什么一宰我操 喝水的话人家去河里面打水 我说说这地方买不到东西 你知道吧 然后在前面那个往这边走的话 有一个矿区嘛 然后我自行车 我停在那个国道那个旁边 那个栅栏呢 然后往那个矿区走 就是往这边走 然后遇到一个牧民 我就问他 我说超市在往那边走 然后他说这边没有什么超市 你要超市的话 你去服务区里面买 我说除了服务区 再往前面走有没有超市 他说你要走的话 你要走很远 说要走多少 他说要你还要走100公里 啊的 你没听说啊 我操我昨天我到今天我都走了60公里 我还要走他妈的100公里才能买到东西 就是说你路上他说了你很难就是买到东西 就是你看不到超市知道吧 你能看到就是蒙古包 我现在我都我都我都想了一个办法 不行的话 我就是问问牧民 他说牧民不是吃肉吗 他妈的 问他们看能不能买点臭 我操买点肉也行啊 是不是 然后他们有水的话 问他们要点水 然后不就可以做饭了吗 啊 说是这两天那妈天天下雨 他们的牧区的话都在那个下面 然后你他妈下雨 我稍微踩上去一身一脚前一脚的 然后感觉不太好 然后这天晴了就啥就好说了 然后到时候没事了 我去牧区 然后问一下牧民 看看他们有什么东西 他们是不是有肉 有肉的话可以买点肉吃是不是 应该便宜我估计 肯定是比咱们就是 呃我们老家那一块肯定是便宜的 这里他妈到处都是牛 到处是娘 霍林过了 就是前两天的时候 我在那里 然后一个大姐 好像是这台水公司的 然后我问他 这里没有 内蒙古这边肉是不是很便宜 他说确实便宜 他我问他多少 他说牛肉的话20多块钱吧 然后羊肉的话好像 也是20左右 他说 反正就是这边就是牛羊肉 好像是很便宜啊 比咱们那便宜多了 咱们那牛羊肉 不知道多少钱 反正我的印象里 我们那有肉应该是40多块钱吧 具体我不知道多少 反正这边应该是便宜很多 能搞到牛羊肉其实还挺好 但是我他妈我来内蒙古这么多天了 我没吃过牛肉 我没吃过羊肉 我吃过最多的就是鸡蛋 别的没吃过 还有辣条 这里他妈有卖辣条的 反正在国内的话辣条很好买 在国外的话买不到辣条 然后还有一点我真的很想吐槽 就是国内的这种国道是吧 然后旁边有服务区什么加油站了 但是这里面的东西卖的特别贵 留下我走过的那个泰国的或者其他国家 没有咱们中国这么离谱 知道吧 有的比较离谱 你像俄罗斯他妈的加油站里面的超市 卖的价格特别贵 就道路上面的 我靠翻好多倍 比咱们中国估计一个模式的 然后 柬埔寨的话 在那个加油站那里面买东西的话 比就是超市 但是没有咱们中国这么离谱 就是比其他超市的话也贵不了多少 咱们中国是翻了好几倍东西 然后泰国的话就是 在加油站超市的话 就是旁边的那种联手超市 都很便宜的价格 就是买东西特别方便 就是泰国 我靠那个大马路上就是这种大马路 然后隔没多远 然后有加油站 就基本上都有卖东西的 然后你可以去里面去买东西的什么都有 那里面空调啥都有 还有超市我什么的 我超超别方便 我觉得最方便的一个国家就是泰国 然后物价低 然后 然后他那种就是 很便民你知道吗 就是人家设计的很周到 就是比如说这种道路吧 然后你下雨你不用怕 你走没多远就一个凉亭 走没多远就是凉亭 你可以就是像咱们中国的这种凉亭一样 然后你看在凉亭里面睡觉了 什么做饭都没问题 但咱中国没有 他妈的我一路走过来 我没见过一个的阳亭 就是路边 我见到最多的就是加油站 就是服务服务区 然后这里他妈的卖东西好贵好离谱啊 所以说整体来说这几个国家 还有老挝的话 我没去过就是加油站服务区啊 所以我不能评论啊 我没在老挝的加油站里面去买东西啊 我也不知道老挝的加油站是是啥情况 反正我就看过就是轮廓 我没有去过老挝的加油站 包括加过油或者干什么的 没有 我在老挝反正之前二三年的话 进进入过两次 今年的话进入过一次呆了15天嘛 但是我没有去老挝的加油站里面去买东西或者接水什么的 没有 所以我也不了解老挝那边 他加油站就是旁边就像我们中国这种服务区的价格是什么样 但是我们中国我觉得跟俄罗斯差不多 就是卖东西卖的特别贵 然后泰国的话 是最好的一个 然后 柬埔寨的话 就是他这个国家本来东西就贵 然后他那个加油站里面比平常的那种超市的话贵一丢丢 但是没咱们中国这么离谱啊 然后最好的就是泰国 人家那个国道上面 没走多远 然后有加油站 只要有加油站就买东西了 什么都有 什么鸡蛋了 什么你基本上都能买到 什么可乐都能买到 而且价格不贵啊 然后泰国那边的话还是比较便民的 就是隔没多远就有我们这种 凉亭 但是我在泰国被偷过钱 所以说我对这个国家银行不太好 如果没被偷钱的话 说实话 我对这个国家银行应该是 所有国家之中最好的一个 因为泰国这个国家真的是非常nice 人家这个国家的话 物价真的是便宜 你想想两个机架 我操不到十块钱 在中国的话 你买两个机架不用十块钱了 你一二十块钱 你能买到算你牛逼啊 基本上很难很难买到 不是吹的 他那边真的是很便宜啊 实话实说 哎 这边的话 一会儿是我们就收拾一下 就出发了兄弟们 哎我把这个水喝完 反正我中午我就用这个锅 去厕所接点水啊兄弟们 接点水然后撤退 把这些东西收拾 把东西放在那个自行车里面 然后一会儿去餐厅把咱们东西 充电宝 说记什么拿一下 出发来 继续往街面赶路吧 他妈的还有100公里 我看看能不能买点土豆 然后到下一个城市 我估计 最好是要买到西林锅勒斯 因为土豆的话 一般都产自那个什么云南地区那里 然后我云南发到这边的话要很久 呃 要预留差不多一星期的时间才够啊兄弟们 这边的话还是挺那个啥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价格 这没价格我操 看一下 我操嘞 他妈的这么贵 绿茶绿茶五块 这么离谱吗 营养块钱七块 肠 好贵好贵啊麻辣烫 方方面八块 超市里面九块 这里八块 肚面 八块八块 这里比超市里面便宜一点点 接点水去了 我刚才我就在这里冲了电啊 我刚才我就在这里冲了电啊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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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人都是骑摩托放牧 以前是骑马 现在一人一个摩托 骑着然后追着羊追着牛追着马放牧 它这里跟领地一样 然后有些地方就弄了那个什么贡棍 就往那一搞 就说明这这里是什么什么谁谁谁的牧区 最好就不要进去 反正麻烦 就相当于我估计应该是类似于我们 就是像我们河南那边就是谁家谁家的地 应该是这个意思 它这个牧区应该也是有归属的 上午的话看到很多马 这一会这里啥也没看到 这里我走这么久了我也没遇到狼 草原不是说有狼吗 为什么我一个狼都没看到 不知道为啥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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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兄弟们 我感觉这个内蒙古这边 我去他们养牛羊养的好多一家 这一家我靠着养着那么多上买头 我感觉他人最不缺的就是肉 我觉得他们是不缺肉 但是我们这种 就是普通人的话肯定还是需要肉的 然后肉的价格也不便宜 但是比我们那里肯定是要便宜 我这里一羊羊上买头 这里都不需要什么 你天天给牛什么打掉什么的 直接放养就行了 直接在这大草原上随便吃草 他这里我感觉放牧的话 没有那么多事情 往那一放就OK了 反正也没人偷没人抢 反正怎么说呢 这里还是比较省心的他们 我感觉他们好像都 不太管这些什么牛那羊那之类的 有时候这个下着雨吗 然后他们这些牛羊然后什么的就就在就在就在那个雨下面就淋雨 就往那草原上一储然后就不动 我去 他们这里连个牛棚都不盖反正就是自己搞个小蒙古包有他盖一个房子就那样 兄弟们晚上继续骑啊 前面两公里收费站我操的 看到没有那个牛棚啊 这里大车我操都不减速的这他妈随便创一下你人就没了 这玩意子都是十几吨的我操 不是开玩笑的我靠我也不知道多少吨反正他妈的 一个固托他妈的能给你压死的我操 有我来帮助它 有我来帮助他 你怎么说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想让我来帮你 你这个 flexibility 你这一步 我 kanske会动 你这么想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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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